大家好 现在是11月份下旬了 正式进入到了冬天 在冬天这个花卉不多的季节里 辣梅可谓是独树一帜 今年这颗辣梅开得格外的好 满树的花苞现在都在朵朵的绽放 香气呢弥漫在四周 时饮时服令人无比愉悦 开心 辣梅和梅花虽然共有一个梅字 但它们呢属于两个不同的植物分科 辣梅属于辣梅树科 辣梅树 而梅花呢 它是属于蔷薇科 梨树 辣梅的花期 是在寒冬辣月 而梅花的花期 是在春天 二月到四月 今年 这颗辣梅的叶子都是自然的脱落 所以呢 可以看见它一颗颗的光感上 绽放的辣梅花 使得梅花 辣梅花在上有着 有着 独占之头的景象 正是有着 正是有着这种特别的景象 人们对辣梅的花 人们对辣梅的花语呢 是高雅 尖真 忠诚 和高尚的心灵 辣梅的花色 是黄色 带有辣质感 它的花香 是独树一帜的特别 虽然 弯曲没有 白雪矮矮的景象 但是 辣梅的香气 却能把人带进一个 空灵洁净的世界 清雅脱俗 难以忘怀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辣梅在人们心目中 有这么高的地位吧 深受大家的喜爱 今年辣梅开得好 其实是有原因的 去年的时候 辣梅也长了很多的花苞 但是呢 在快要开放的时候 却掉了一半 非常的令人惋惜 我好好研究了这个原因 最后发现是因为 在辣梅快要开放的时候 浇了过量的水 所以导致落垒现象 今年呢 就格外注意到了 浇水这个问题 再加上10月份 湾区下了两场大雨 使得 我这个盆栽呢 里面已经有含了足够的水量了 我自9月底之后 就没有再给辣梅浇一次水 所以呢 今年的花苞都能够这样健康的打开了 非常非常的好 等到辣梅呢 花期过后 大概是要再过一个多月的 等在它长出芽之前 新芽之前 要注意修剪 因为 辣梅的花朵呢 是绽放在新的枝条上的 老的枝条将不会有花苞 所以呢 辣梅的修剪非常的重要 在以后的时候 花期过后 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辣梅的修剪 基本上呢 辣梅会剪到现在的大小的三分之一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点 这颗辣梅呢 是种在 它是一颗高杆嫁接的辣梅 种在大约十加轮的盆里 已经有四年多了 平时的辣梅养护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虽然辣梅呢 是喜光植物 但是在加州的太阳很大的时候呢 辣梅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半阴 或者说 我这颗辣梅呢 它在中午十二点钟之前呢 都是半阴状态 因为门前有一棵大树 但是呢 十二点钟以后呢 到下午直到太阳落山 就会得到了全部的日照 大概也会有一个 六个小时这样子的日照 这样的光照 对这颗辣梅来说 也还不错了 在浇水上呢 虽然辣梅是个抗旱的植物 但是呢 它还是比较喜欢盆土呢 略微湿润 平时浇水呢 就是见干见湿 要不就可以浇透 我的盆栽的树木 都是下面呢 盆栽下面 一定要垫一个接水的盘子 这样可以知道 这棵植物 是不是得到足够的水分了 另外呢 在它的上面的盆土呢 会加上一些帽去 也可以保持它的湿润 在施肥上呢 基本上春天 当新芽冒出的时候 每个月会浇上 一次到两次的水肥 到夏季的时候 七月份 六七月份 八月份 这是辣梅花芽 分化的时候 要多湿 零甲膏 的肥料 我会浇一点 磷酸二氢甲 或者是一些 其他醋花的 花肥 到了秋天的时候 就可以基本上不用浇水了 直到它的花 能够健康的 绽放出来 好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了 辣梅的种植 和它的花 开花 希望呢 大家 能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希望看到我更多视频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 点一下右下角的subscribe my channel subscrib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